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你看我用 那麼各位進來 你剛進到這個教材的時候 其實有顯示一個單元說明 你如果想要把它再顯示來在這邊 你可以按一下 那新的5.0的話 他有幾個新功能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他可以在檔案總管就直接輸入關鍵字 然後呢 這幾個管他的對不對 因為你還沒用過嘛 我們先問一下 平常各位用檔案總管找 你是在這裡 直接用他的搜尋 對不對 直接找 但是 常常會 他可以講 我好像沒有看到你要的檔案 對吧 可是怎麼辦呢 你看我們進來這裡 今天如果你要找的話 你 不管在哪裡 我只要進檔案總管 比如說這裡我打開好了 我打開 不管我在哪一個地方 你只要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3D 你有沒有看到我打了之後就有一個界面跑出來 就在可以輸入的地方 在檔案總管裡面 你沒有點到任何的文字的時候 我在這邊找3D 有沒有發現3D的相關都跑出來了 是不是很快就找到 這就是你只要用鑽板就自己跑出來 對對對你打鑽板就跑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我是在檔案總管裡面 我這個先關掉好了 這裡先關掉 ESC 我現在不管我在哪一個 比如說桌面也好 對不對 我現在只要在檔案總管這個畫面 好 那我就把你的關鍵字打下去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你要打什麼 比如說我要找那個 Suite Home 3D 有沒有發現 通通都跑出來了 有沒有很快 好像比檔案總管 簡單一點點吧 對不對 那你要找 比如說你不要找這個 這裡 我想要找講義 不小心 講義的全部都跑出來有沒有 這樣沒關係 這樣比較像你的電腦 好吧 還是那 還是你都覺得 微軟就電腦 微軟的 專屬就好了 你用錢買的 為什麼 都會找不到 對不對 那 除了這樣以外 事實上 我們 不只是這樣的功能 因為呢 我們很重要的 來 各位問一下好了 比如說像你剛剛看到 我這邊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裡面事實上是沒有安裝微軟office 我是用這個或者是Liberoffice 好 假設我們在這邊 開了一個新的 檔案 那你要存檔的時候 請問各位都怎麼做 按反正就按那個存檔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各位應該知道一件事情喔 當你按這個存檔的時候 它預設都會在哪裡 它會打開的位置 一般預設是不是都在我的文件夾 很多軟體預設紙是不是都在我的文件夾 那我可以很 真誠的問你一件事情 那真的是你的文件夾 你的檔案真的有放在那裡嗎 點頭的應該都沒有嗎 因為你都怕 我跟你講 電腦 因為預設我的文件夾都在C槽 你都怕檔案不見嘛 所以你可能放在D槽啦 E槽 或者是別的地方嘛 對不對 自己的私密處 對不對 你的那個秘密保障 都要放在哪裡啊 所以 你如果到這邊 各位 第一件事 就開始找我的保障在哪裡 有沒有 有沒有 但是你不覺得累嗎 我們家不用從這裡找 我們家從下面找就好了 有沒有一個我的最愛 有看到了嗎 有沒有可以就跑過去了 這樣了解吧 我點過去 這後面還可以再開 還可以再開 有沒有馬上就進去了 而且這是我的最愛 我才會加在這裡喔 但是如果他 還不到我的最愛 只是我曾經跟他接觸過 最近跟他接觸過 請你找第2個 有沒有一個 最近使用的 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是我剛剛 可能最近 剛用過的 因為 也許我某些資料夾不見得是 我常用的啊 偶爾用一下 這個時候你從這邊有沒有就找到了 是不是很快就進去了 就可以進到假如我要放到這裡來 你看我放到這邊 一點有沒有馬上就進來了 因為我的最愛裡面雖然有這個 有這個資料夾 可是我要點一次 再點進來 是不是 要滑好幾次 還是各位的點滑鼠的這個動作都蠻廉價的 你都不計算在你的成本裡面 你讓你的手 多走了很多冤枉路呢 我們如果透過這個方式有沒有很快就可以達到我們 的那個目標了 所以 這個工具好用就是在這邊 他可以整合你的 類似像我的最愛的概念 然後呢 又可以把你 最近用過的 歷史清單在這裡 這樣 這樣就很快了 那我怎麼把 資料夾加到我的最愛 你可以從這邊 假設 你用檔案總管打開 如果說我今天進到這裡來 這裡我想要加到我的最愛 您可以在這邊 紅心回來看一下剛剛我的那個說明 這裡 好剛剛我們有用一個 有沒有 你直接打關鍵字的時候 只要不是在那個輸入文字的地方 就是 你直接打他就跳出那個 快速鍵跑出來 那第二個 我想要開啟 比如像我剛剛講 我要把那個資料夾加加入我的最愛 那你這個時候就需要開啟他的什麼 他的選單 有沒有用滑鼠 有沒有 滑鼠左鍵兩下 或者中間鍵都可以 這是他預設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這剛剛 檔案總管打開對不對 好 滑鼠點兩下 有沒有跑出來 有沒有一個叫做 叫做 加入此資料夾到最愛 這樣 你愛他應該就比較 有道理嘛 對不對 那另外呢 你可以按滑鼠中間 滾輪那一個 按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 也有跑出來 也可以嘛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請問 這樣可以接受 你的電腦比較聰明一點嗎 另外呢 其實你 擦擦鍵點兩下 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好像跑出什麼東西 擦擦鍵我按兩下 就是那個搜尋列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是在檔案總管 我們剛剛說在檔案總管你直接打蛋會跑出來 可是今天我如果是在這個應用程式裡面 有沒有隨時可以跑出來 搜尋 搜尋啊 然後 要找我的最愛啊 有沒有可以馬上就出來了 這樣不是比較容易嗎 你ESC他就收起來了 點滑 點擦擦兩下 多多 是 你要找的關鍵字 比如說我這邊我要找 剛剛講的 講義 有沒有馬上就跑出來 聰明一點吧 雖然今天各位不能體驗到 但是你可以回家試看看 回家找你的Anada那台電腦試看看 對吧 那 這樣子 應該用起來就好一點 那如果說你是 Mac的 我記得他有Mac版 好像有Mac版 應該也可以用 OK 好